兩岸的惡意正快速的堆疊 上星期 惩治台獨22條對岸祭出 這個星期 陸委會就在昨天 對中國發布的旅遊橘色警戒 中港澳 現在成為非必要別去的危險之地 兩岸觀光 真的變慘業 淒慘的慘 頭頭頭啊 那你會說 沒有陸客有什麼關係 我們有日韓 還有新南向的東南亞客人 而且人家消費力 可也一點不輸陸客 問題是 帶來新問題啦 本來我們講兩岸關係 絕對是賴清德上任之後 最頭痛的問題 因為你總不可能剛上任的時候 直接跟大陸講 我絕對不跟你往來 他當給全民總統 所以好歹也要對大陸四處善意說 哎呀希望我們講陸生能來 觀光客能來 做一些雙向交流 結果現在這些麻煩都省了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出大局 當這個附中旅遊的警示 改為成登 各位你對於成登 你可能還沒什麼感覺 我直接跟你講 你就聽懂了 紅色加綠色 就光譜來講 疊在一起會變什麼 就變成橙色了嘛 代表這是紅綠之間的問題 所以換言之 我們有沒有辦法再去大陸 基本上來講 中國沒辦法了 觀光客沒辦法了 但反向的 當我們單方面的 把它列為 城市警戒區的時候 陸客 他們也不會來了 對 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用這個手法 用這個手段 可以說一個道理 叫做什麼 他已經可以說沒辦法 因為他們用台灣22項死刑來去 對我們威迫 所以陸客不來 這也是我們沒辦法 是一切都要歸咎大陸 所以可以預期的是 不管政治違和 但是現在的觀光業 很有可能會受到另一波的衝擊 陸客不來台灣到哪去了 多的是地方 去日本 去韓國 但是怎麼到哪裡 都變成新聞頭條啊 因為此處不留爺 自有留爺處 但這個爺不一定是個好爺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你看 陸客跑到了紀州島 這個也算是非常熱門的景點 其實我沒有想到 你看 各位 這是什麼 泡麵 吃泡麵 我看到這個吃泡麵 你知道我有兩種想法 第一個 你好歹去紀州島 也吃一些好料的 如果這些泡麵自己帶來的 你也沒有刺激人家消費 你也沒有刺激人家經濟嘛 而且更慘是什麼 你看 放任 比如說自己的小孩子 他在幹嘛 直接苦地搂逼 當街 大號 當街的大號 吃完泡麵 垃圾不收 然後當街就像小孩子 蹲在那個地方 能看嗎 這個還算好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做可修復的 就是我們講 可以收死的 只是髒亂而已 但他們還會創造這種 不可修復的破壞 為什麼 因為日本有一家Lawson 我們去過日本都知道 Lawson非常非常多 甚至比7-8人還多 結果他們架了一面黑幕 你說為什麼要架黑幕 因為這間店是鄰近富士山 它剛好有一個角度 去拍富士山最漂亮 但因為很多也是這種路客 甚至是中國人 來到這邊只拍照不消費 對店家來講 甚至影響到了要消費的人生意 所以不堪其老 我們乾脆架一個黑幕 我直接把你遮住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這名女子她們在幹嘛 她一看就知道 東方人大陸人 她直接把那個黑幕 挖一個洞 你不給我拍 我硬要拍 我想盡辦法 就是要拍到我的富士山 這個太誇張 人家遮黑幕 就是用君子指導 告訴你別來了 就你去把他扯破 對 所以你看 即便說台灣現在確實是少了 非常多的路客跟中國人 來到我們這邊觀光旅遊 但取而代之的 我們講上帝關了一帳門 自然會開了另外一賽窗 而這個窗開了 是誰 第一名 日本人 香港人 越南人 南韓人 各位有沒有看到 光日本跟韓國呢 佔據了前四名的 我們講其中兩位 而包括馬來西亞 泰國 新加坡 菲律賓 為什麼分兩塊 因為後面這個叫做 新南向 孫立軍 各位你可能很難想像 其實現在在台灣觀光旅遊呢 最具有消費力 最敢買 而且人最多的 反而是哪邊的人 哪裡 東南亞人 東南亞人 我們本來還在擔心說 陸客是最敢買 買最大的 他們不來了 大家想說你來這麼多 充不起陸客的量 沒有喔 買的方向不一樣 以前陸客來是什麼 遊覽車再來 一團接著一團 包括送到精品店 送到這個浴石店 開始買一些保石 珠寶 然後你要買夠了 你才可以回家 但東南亞人不是這樣 因為他們是自由行 買什麼呢 所以他們反而跑到了 比如說我們舉例 這叫什麼 Outlet 也就是華泰名秉城 三井Outlet 這種大賣場 你知道去大賣場幹嘛嗎 買球鞋 買精品 買衣服 但買的精品 跟各位你想的不一樣 他們喜歡買什麼 什麼Nike Anitas 運動用品 因為對他們來講 便宜 然後又好用 就是大概落在 三五千塊的價碼 所以他們計算 你知道 平均一個 我們講東南亞的遊客 來到台灣 光是去這種店 消費力其實也滿不錯的 也將近快要到 一千美金 這樣進去 又出來 三萬塊台幣 對沒有錯 所以代表他們會什麼 可能我買一件外套 我買一件褲子 再買一個球鞋 然後在那邊保餐一頓之後 出來帶一個包包 因為三萬塊 你想想看 去Outlet 坦白講 Outlet也是有貴的東西 也是有些精品 名牌怎麼樣 代表他們是買得起的 而且敢買 不只是這樣 他們還買 喜歡買第二種東西 是什麼 跑到西門町去 西門町最多的就是 藥妝店 因為以前 就像過我們台灣人 去到日本 你知道要去哪裡嗎 藥妝啊 藥妝店 然後 結果我們東南亞的好朋友說 日本太富裕了 他們不會講台語 日本台語人了 不想先日本 所以我們乾脆來台灣 因為台灣的藥妝 比如說面膜啊 比如說保養品啊 化妝品啊 對 對 很多都是日韓品牌嘛 對 你現在去到那種裝櫃 都看到日本區 韓國區 所以他們就說 那我們直接來台灣就好了 所以你看 光是藥妝店 最近的銷量呢 就超過一千兩百二十億 非常的可怕喔 等於是台灣變成一個中機站 而且他們一買 不是一盒兩盒四 一箱兩箱 兩腳皮收 這樣再買 所謂的化妝品 好 這個是散客喔 這個在蠻可怕 這個消費力道 新南下除了散客之外 還有更大一批的消費部隊 是什麼 我們講的 移工 還有新住民啊 對 因為現在整個台灣 變成是一個東南亞的 非常重的一個據點 是 變成說 包括你像東南亞 很多人也是來我們這邊工作 那工作之餘呢 他當然會消費啊 賺人錢 總不可能不花 全部都寄到家裡面去吧 所以呢 他們消費 他們說 其實這些我們講的新來的工作的好朋友 這些東南亞的好朋友 每年在台灣創造的將近快要311億的商機 其實也非常多 但一則一喜就會有一則隱憂 當你看到陽光的地方 就會有陰暗的角落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這些東南亞人 當然觀光的是好事 工作的是好事 偏偏有人來這邊是做奇怪的事情 什麼事 很多人就說 哎呀我是東南亞人 那你知道我們現在雙邊交流很多嘛 他會用什麼名義 我用學生名義 我用交換的名義 甚至我用短牽的名義 比如說10天對不對 結果來到這邊10天 居然跟你知道他其中的6天 其中的7天幹嘛嗎 跑去哪裡 跑去結果是做這種性交易 等於說我真的有在玩 3天有在玩 但7天可能都在做性交易 所以他們講說很多新南向的確是衝觀光 但反而變成國安自然的一律 為什麼 因為來如果你純粹來玩 純粹來買 純粹來讀書 那沒有問題 但很多就是這種掛羊頭賣狗肉 來了之後呢 他可能就跑到一些不知名的地方 開始從事這些 所以你看他們講 東南亞四國 現在樓縫 一龍一縫 非常的流行 而且甚至串了全台 你要抓 抓不勝防 因為他可能是在像我們看到的這個圖片所示 一些陰暗的角落 一些店家 而且你要抓他的時候 他可能人又走了 根本沒辦法抓變成一個治安的死角 但不只是這樣 甚至是有些人說什麼 我是來讀書的 比如說來到語言中心 他們講新南向專班 因為我們現在提供非常多的機會說 你可以來我們這邊學習中文 結果的確 他們是來學習中文 結果到了晚上 反而變成這種樓縫 變成甚至是四九的這種女性 所以出現這種大問題的時候 大家不禁要思考 的確 新南向成為我們非常大的幫助 但這些暗夜裡的外籍兵團 政府該怎麼解決 恐怕也是一大問題 好 嘉賓我們看到 上個禮拜 你對我祭出22條懲治 台獨 這個禮拜我就說 你有中媒混進了我們的攝影棚 但我拿不出證據 就不管怎麼樣 兩岸那個螺旋在增加 沒有想到在昨天 居然又發布了旅遊的橘色警戒 你怎麼看 今年我們的觀光署 它原本設定 今年原本年初的時候設定是一千兩百萬的觀光客要來台灣 那個時候預想的當然就是陸客會開放 結果沒想到過了第一季 第一季才多少人呢 才兩百零五萬人來到台灣 這個外國的觀光客 包含港澳 包含這個中國大陸等等 總共才兩百零五萬 那你乘以四的話 你一千萬都達不到 是達不到的 達不到的 所以呢 所以呢在四月一號我們剛好餘仁姐啦 我們的這個前交通部長 這個這個他就王國財他就宣布我們降下目標稍微下修 變成一千萬人次 可是好過馬上過幾天發生什麼花蓮強震 那第二季變成主力的像這種環島啦這種團客 其實就整個旅遊觀光產業就變得很慘的產業 那其實第二季我看數字不會太漂亮 對那當然我們的旅遊的重點都是在第三第四季去衝 那現在就會變成說如果沒有了這個所謂的兩岸這一塊的紅利 那接下來你單靠日本港澳還有以及這個所謂的東南亞真的能夠彌補那個缺口嗎 還是我們只求反正去年是大概六百多萬 我們比去年多就好了 如果沒有達標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努力再往下一年再設一個一千兩百萬 等到到時候再說 如果真的都變成這樣 然後拿數字來玩遊戲 然後呢 而且就做事很多的亂象不斷的發生包括治安的疑慮啦 包括一些消費亂象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我們的觀光的品質只會更差 那這對長遠來講 我們國家的推展觀光其實反而是不利 是Vincent我們知道善意是堆疊出來的 惡意也是 那這個禮拜大家都在討論就是紅梅進到攝影棚丁少的這個傳聞 四天你沒等到證據 結果今天報紙一攤開 你說你有接到過政論節目抄著中國口音的人跟你約訪上節目 真的嗎 這怎麼回事 我想我之前因為擔任這個競選的發言人 所以在發言人的期間我確實接到很多不明的電話 那包括還有來自香港的號碼 有主動加我的WhatsApp 然後加完之後 這曾經說希望邀請我無論是評論什麼美中關係啊 或者是評論什麼東西 還說希望跟我定期的配合長期的配合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確實都是在懸難當中曾經有遇到的處境 那幸好就是因為懸難結束了 所以這紛紛擾我的事情也逐漸的就是結束了 但是我還是要評論一下整體的這個狀況是這樣 其實這個兩岸的議題 現在這個橘色的警戒不是黃色橘色的警戒 這主要是對我們國人的約束 並不是對對岸的約束 也就是說這個不會影響到本身 我們台灣的本身的觀光產業 因為沒有這個阻止任何人抵達台灣 反而只是提醒我們國人去中國的時候要小心 那為什麼要小心呢 其實這第二十二條我覺得它的範圍實在太廣了 大家不要忘記 幾年前有一位藍營的學者 這位學者是在友台被學用成藍到底 這個蔡新學者 曾經去中國就因為國安理由 也被關了半年以上 因為它其實涉及確實到兩岸這個領域 但我的問題是說 因為現在中國在實施它相關的法律 尤其反分別法 尤其現在的意見 是不明的 它沒有任何的原因 沒有任何理由 也可以把你抓去關 過去也發生過 那你很難去跟國人說 這個你去對岸旅遊是完全安全的 這是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做一個提醒的作為 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但是我覺得理論上 這個是對外的部分 我們對內在號召跟吸引光客來 這確實要更積極 因為現在很多觀光的業者 還是依然會覺得說 政府做也不夠 但是即便說 我們看到很多東南亞業者 消費能力很高 你知道最近還有桃園的這個 桃園的購物城 說東南亞的業者居然是世界之冠 消費能力超驚人的 但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政府應該去思考說 我們的觀光產業未來怎麼發展 要怎麼號召對著觀光客 我們希望的觀光客 來到台灣消費 我覺得對我們的觀光產業會很重要 好 經理說一剛 以想他的意思是說 今天我如果對中國旅遊市場發佈了 橙色的警戒 對我們的自己的旅遊觀光市場 是不會有影響的 我只是提醒我的國人 你不要去 去的就像賴總統說的 有九成以上會因為22條受到波及 你怎麼看 前幾天 我們相關單位特別批准 這個台北國際觀光場 然後批准了這個中國大陸的相關的一些官員 跟他們業者來台灣參加這個觀光場 那你這個時候出這個橙色警示 不自己打臉自己嗎 你知道你要出這個橙色警示 那你前幾天還放他過來 你打自己一巴掌之後 然後還說對不起 我再自己封自己 這個叫做放屁安自己的狗心 你這個叫殘民已成 所以我覺得趙宇翔講的 就是在幫忙政府講這些 我覺得好笑 這個只是對照出他中間的矛盾跟諷刺而已 你說中國大陸旅遊觀光什麼很危險 講一些個案什麼什麼 我今天也跟這個在友台錄節目 跟李孟軍同台 李孟軍曾經被這個在裡面 在中國大陸被關起來 然後這個最近才回到台灣 那總是有一些個案 那你把他講的那幾百萬台商台生在那邊 然後大家提信調查整天想著被中國關起來 所以不用拿這個案子 而且你如果說拿這個案子說我們要發佈 那你早該發佈了嘛 去年選舉的時候為什麼不發佈 去年年初為什麼不發佈 你拖到今年6月25號6月26號 你才來發佈 之後你才發佈 然後你前面我覺得很好笑 交通部長 一開始他這個 這個新上任的部長在剛開始跟媒體講說 我們有可能是對岸的這樣的一個善意啊 然後有可能我們這個到時候 只要他們採線團一來 因為明天不是號稱說有一個這個 福州的採線團要到馬祖 只要他們採線 我們一定也會提善意的回應 那我不知道這個決定現在對岸會不會又臨時 因為我們發佈橙色警報他取消了 但交通部長的言猶在耳 那你現在怎麼辦 你現在這種只要他有回應 那是不是因為人家出了一個懲戒台獨22條 你不爽了 那我也要強硬的回應 我幹嘛給你這個善意 我就是敵意 敵意就是對方有不爽你也不爽 然後不爽加不爽一直這樣 不斷的螺旋上去不就這樣嗎 惡意就堆疊上去了 Vincent我要補充 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 對岸他確實發表這個 第22條這是新的嘛 這是選擇沒有的嘛 對不對 第22條實事方法也超廣 你去挺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你跟其他國家有官方的往來 再說搞不好曾經都有跟其他國家有官方往來過 見過AIT官員等等等等 那這都在中國 從沒有見過那麼大 我覺得相信很多國民黨朋友有啦 因為事實上很多國民黨也會參與過 美國國務院辦的IVLP計畫嘛 對不對 包括曾經朱一倫 其實在這個危機解密也提到 他跟AIT其實平時互動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但這個在中國第22條裡面是被定義成 這個可能是涉及到台獨 或者是華獨 或兩邊中國等等等等 權勢範圍太廣 你在權勢範圍這麼廣的狀況下 你政府怎麼去擔保說 你去中國一切旅遊是安全的 所以這個就是大的問題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新amed怎麼探訪 怎麼探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